拍攝短片替高雄黃色小鴨宣傳 在高雄經營民宿的網紅SUNY 經常承接主持活動 臉書粉絲破5萬人 不過他在9月底 幫高雄市交通局拍攝短片時 領了通告費3000元 卻不小心弄丟 打電話向派出所詢問 結局卻讓他傻眼 為了證實這個鈔票是我的 我要提供就是鈔票上面的流水編號 才有辦法去領回 太傻眼了 所以我還心裡想說 是我的問題嗎 我有一點納悶這件事情 當下SUNY打去派出所 說莊前的信封掉了 遠景詢問金額多少 在哪裡掉的還有信封顏色 他回答得通通正確 但遠景卻說 光知道這些 無法佐證信封是你的 因為不是重大刑案 無法調閱監視器 要他提供鈔票上面的流水號碼 不然不能領 SUNY傻眼的寫下 只有我沒在背錢的流水編號碼 我當下是覺得有點誇張 就是那這樣就是我是不是以後身上經手的所有鈔票 我通通都要把流水編號記起來 遠景要求背出鈔票上面的流水編號 SUNY只能趕快找當初發通告費的承辦人幫忙 甚至一度想放棄領回這筆錢 最後多花了兩三個小時才把錢領回來 認為遠景的處理方式有點不便明 而轄區分局也給出回應 做法確實不勝妥事 與民眾應對上仍有經濟空間 本分局經調查後將與該遠景行政處分 錢吊在路上 施主已經很心急 卻被要求背出鈔票號碼 雖然遠景也是為了謹慎 不敢輕易把錢交給民眾 避免遭到冒凌 不過警方也說 遠景在應對上確實有缺失 會加強教育並予以行政處分 美學員林樹敏高雄市報導